记者吴百轩,林晓云台北报道,教育部今天,7日,公布106学年纪专校院评鉴结果,有11所科大,3所纪院,8所专科接受校务评鉴,结果全数通过,但其中高美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因107学年就要停板,评鉴结果不公布, 经专业原理经公布报告,不公布等地教育部说,评鉴是为了让学校自我参照,强化校务发展,并逐年将过去评鉴的等地制改为认可制,激发学校自我改进动力,而各校评鉴周期以4到5年为原则,结果分通过,有条件通过,未通过等,未通过的学校需体改善,并在当年度再评鉴 教育部106学年评鉴通过的学校有,台北护理健康大学,中台科技大学,原培医式科技大学,台南应用科技大学,无缝科技大学,美和科技大学,治理科技大学,高院科技大学,慈济科技大学,令东科技大学,环球科技大学,台湾戏曲学院,经国管理纪健康学院, 黎明技术学院,专科学校106学年人才等地显示,凭建议等有,玉婴医护管理专科学校,更深健康管理专科学校,重人医护管理专科学校,敏惠医护管理专科学校,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,圣母医护管理专科学校等, 而高美医专因107学年要停办,不公布成绩,台湾警察专科学校则是按照之前惯例,只公布报告,不公布等地。 大学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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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学